我们今天就要继续谈到资厂生活的事 在过去几个分享里 我们都谈到如何在资厂中保守上帝给我们的心智 我们都知道主将我们放在资厂里 为了就是要荣耀祂 但请问在资厂当中 我们真正的一个传福音是几时发生呢 我们周围的人如何看见我们信徒 为了圣洁与诚挚 我们信徒真实的品格是如何展现出来呢 那就是在遇难的时候 没有错 当人处在急迫危难的时刻 他们心中的意念都会显露出来 那我们信徒就是在这样的时刻 将我们心中的主表明出来 让我们今天一同看我们大年礼书里面有关这类的经文 我们翻到第三章第十四节 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 你不讲弥撒问他们说 撒得拉 弥撒 亚伯尼哥 你们不侍奉我的神 也不敬拜我所立的经像 是故意的吗 你们再听见脚 地 笔旁 琴 舍 声 和各样乐器的声音 若不敬拜我所造的像 却还可以 若不敬拜 必历史扔在烈火的窑中 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 撒得拉 弥撒 亚伯尼哥对王说 你不叫弥撒 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 即便如此 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 王啊 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 即或不然 王啊 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 也不敬拜你所立的经像 那我们后来都知道 我们的上帝把他们拯救出来 经过这件事之后 二十八节 尼布加尼撒说 撒得拉 弥撒 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他差遣十则救护 依靠他的仆人 他们不尊王命舍去己身 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 现在降职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 半读撒得拉 弥撒 亚伯尼哥之神的 必被临时 他的房屋必成奋队 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的主耶稣说 你们在世上有苦难 但你们放心 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 我们的主耶稣说 让你们的光照在人前 叫世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福 其实我们的主说得很清楚 当我们信徒在地上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 我们要影响人 要将福音传给人 将人从地狱拯救出来 那么我们一定要预备在地上有所苦难 倘若我们要在公司里容神一人 将福音传开 我们必定会遭遇患难的时刻 或者有时我们遇到 我们不得不吃亏或者受委屈的时候 也许这样的情况不但是临到你一个人 甚至整体公司也可能遭遇 那一般人在这样的情况里 可能先做的就是保护自己 或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主出发 或者有些人一直留在 有委屈不平的心态里面 但你要晓得在这时候 就是你向周围的人显现 你一来一套的这位上帝的时候了 那弟兄姐妹 我们的上帝是公义的 信实的 全能的吗 那是的话 那他是在这个时候 要显现他自己 那么他是怎么显现呢 那就是透过你在患难中 你的表现来显明他自己 今天我们看见 当你三个朋友遇难了 王的命令威胁了他们的信仰 所有的人都屈服了 但对于时常跟从神的 这位三个神的仆人 这是最好的时刻了 首先 他们是已经立志的人 所以这样的人在地上 不是要多得什么 也不怕会失去什么 那弟兄姐妹 如果你立志了 你会发现在这个地上的物资 名誉 人的称赞等等 都不是你所要的 你要的是上帝了 你要的是他的称赞 你要的是跟从他的喜乐和自由了 所以在这个微丹的时刻 你的判断会很清楚 圣灵会给你 既或不然的信心 弟兄姐妹 我们看见 这三位神的仆人 向王宣告了他们的信仰 也显出了信徒的执着 之后他们被丢进了火窑里面 但是神在这时刻拯救了他们 王见证了神的作为 也全国的承载也见证了这事 他们都看见了神的真实而谦卑下来 归荣耀给这位神 那弟兄姐妹 也许我们在公司里面所遭遇的是 没有这样的危机 也没有这样的夸张 但是你要知道 原理是一样的 在公司里当人人看重的是 钱财名誉 要得的是一个光明的前途 他们在危难中绝对站立不住 当你在这时候遇见了同样的患难 你要想起主的话 你要想起这段经文 在这时刻 就是你周围的人都能见证到 一个信徒的信心 品格与诚挚的时候 在这时刻 你当分别自己 以爱神爱人来出发 那个时候圣灵一定会大大的 在众人心中运行 使人看见 而归荣耀给主 你在公司里面 福音的门也是在这个时候打开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